今天我们又讲一下骨质疏松那些报告怎样看 骨质疏松大家都知道 其实就是说随着我们年纪增长 骨头里面那些钙质、矿物质就慢慢会流失 骨头就变得比较脆容易,即是又会断 年纪大了,如果有什么骨折呢 通常就要复原的时间又要很久 可能要住院很久,饿床很久 期间就很容易有很多其他麻烦的并发症 尤其是长者骨质疏松,即是跌一跌,断了麒麟胶 脚位那里裂了骨,断了骨的话 就可以很严重的 严重的那些如果被细菌感染了 睡得床内有肺炎的话,分分钟死得人 我们最传统或者最经典会做的身体检查 尺骨质疏松,我们叫做DEXA DEXA,这是一个简社 全名叫做DUAL ENERGY X-WAY DENSIOMETRY 双能量X缸吸收移 即是那部机器叫做吸收移 这些名字你听完又是一头没水 不要紧要你不用理它 总之简单说,就是说它是一个低剂量的X缸 它是一个低剂量X缸,你做的话 不用特别预备的,多数就是说 去到就有部机器躺在那里 那部机器就有个好像机械臂那样的东西 就会释放一些X缸出来,就会照着身体 两个地方,骨质的密度 那通常那两个地方呢,最常见就是尾龙骨 尾龙骨最尾的几节 还有就是麒麟教的位,就是那个HIP位 那为什么会借照这两个位呢? 那因为这两个位呢 如果真的骨质疏松,跌倒了 多数就是这两个位断开的 有时候都会照着其他地方的,不过主要这两个地方就最多 讲到DEXA的话,通常你报告出来 一般它就有两样东西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第一样东西我就叫做T-Score 就是T分数那样的意思 那第二样东西我就叫做Z-Score 就是Z的分数 那我们就讲第一样东西T-Score先啦 T-Score通常如果是50岁以后那些 或者那些长者,通常看这个就比较重要 骨质疏松,我们有几疏松一定要找个参考点 就如果以T-Score来计算 我们就用那个星别,那个民族 三十岁所有的骨质密度作为一个参考点 其实T-Score我们是量度的Domineral Density 就是说骨里面的矿物质密度 骨里面的矿物质密度就是指什么呢? 骨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钙质 有些其他的矿物质 那骨头硬不硬正就很在乎 看有多少这些,就是钙的矿物质 其他的矿物质在这里 如果它那个密度越高 就是说那个矿物质的密度越高 就代表骨头就越硬正了 那反之骨的矿物质密度越低的话 骨头脆弱一些 为了容易去明白 一般我们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指数 这些指数全部都是负的 那你说为什么会负的? 我说过,就是说我们的参考点 就是三十岁左右的骨质密度 三十岁的骨质密度 我们通常就把它定做0 随着年纪增长 骨里面的矿物质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指数都是负来的 因为相比0,就是三十岁的时候 骨质密度来算 所以全部都是负的 就是负1,负1.5 以T-Score来算 它是0到负1之间 就为之正常的 因为去年纪增长 每个都会流失少少骨质的 就是0和负1之间 就是和你三十岁的时候 骨质密度差不多多远 可以接受,没问题了 就是正常的流失 如果到负1到负2.5之间 就代表开始会有些问题了 那负1到负2.5 我们叫做Osteopenia 就是有些骨质有些不足 就是不太够 但又未至于正式到骨质疏松 但是又没有正常那么好 就是开始要小心 再差一点点 T-Score是2.5 或者更加小 超过负2.5 就是负3之类那些 这样就是正式的骨质疏松 就是说你比起三十岁 骨质密度已经流失了很多 流失到一个地步 有相当的风险 就有机会骨折了 你看报告的时候 现在的报告 很多时候你都会看到一个表 就好像这个表 这个图里面的表 通常就有三个颜色 就是有绿色 有黄色 有黄色 有红色 这样 通常绿色的地方 就代表正常 那黄色的地方 就开始Osteopenia 就是说有些骨质不太够 又未做骨质疏松 那你会看到有一个黑色的四方形 那黑色四方形 就是你自己量出来的指数 那其实你最简单 你看这个表 你都可以看得明白 究竟那个四方形 在什么颜色的地方 就看到大概自己的骨质 密度好不好 那好吧 顺便说到另外一个Score 刚才说过 有另外一个Score 另外一个分数 叫Z Score Z Score 通常就是 一般来说 就是比我们比一些 比较年轻一点 T Score 通常是比50岁以上的时候 长者去查一下 有没有骨质疏松 比如说50岁以下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去查一下 有没有骨质疏松 那有人会说 50岁以下 要查一下 这么年轻 比如有些人吃某些药物 会令到提早骨质疏松 那些人 我们有些时候 会订阅一个检查 来看一看 会不会因为他的病 或者他在吃那些药 比如最常见的病 比如有些人有 雷风湿关节炎 那就会引起骨质疏松 那有些人 喝酒喝得很厉害 又会引起骨质疏松 那有些人是吃 雷固醇 吃了很久 又会引起骨质疏松 那我如果想知道 他骨质疏松的风险有多大 容不容易骨折 我们一样会做这些检查 不过今次 我们就会看 的凭薪水分方法 也会调sex库 就是�ør 跟你与个摁不到ion 年轻的骨质疏松 做一个比较 それ等等 明确是不同的 coley 与一起的骨质疏松 也是给自己的 也会做一个比较 他是一个歧�ite症鈔的 就行却是个人 年轻的骨质疏松 那有人再演出 一些症役蓬水分方法 所以被这个屏 libを 《niejun созд into 》 又是一个40岁健康的人 骨折密度作一个比较 如果越低的话 骨折的风险就比较高 应该说Sex score是比较预测性 预测一下 究竟他说十年之内 骨折的风险有多大 如果大多数人来说 通常你都是看T score 就比较主要 那你如果看完这一集 你都是不明白的话 不要紧要看图 看看你那个黑色的四方格 在红黄绿边隔就知道了 红色就骨折疏松 绿色就正常 黄色就开始有些问题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 好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Youtube的朋友 如果还没订阅的话 记得按下订阅键 按下小钟 订阅已经向40万卖进了 很需要大家推介我们这个频道 给更加多的朋友去看 我们也有Patreon的平台 Patreon平台上 有更加多会员专属的医学影片 在Patreon上 我都比较容易 跟大家有更加多的互动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